所以我们来看 今天那你问我不是为什么你要看以色列呢 因为以色列就是所有这些议员的关键 这剩下20个议员男友发生都跟以色列有关 为什么这样 因为上帝把以色列成为世界的中心点 我从来没有 你现在告诉我 我是一个报人 我做我这里的报板工作 十年多 我对报纸其实是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几乎是不看新闻了 只有如果我要追我的Internet Google search 它会filter也只能filter以色列的新闻而已 其他的新闻我都不看 因为我很清楚我要看上帝在做什么事情 我就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上帝要做什么的新的一部分 新的东西在以色列 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就知道了 圣经一言 既以色列复活了之后 就是世界末日战争和神的审判 所以以色列的复活可以说是 敲响了这时代的三中 因为末期的世界大战就是以色列为中心 所以为什么我要讲以色列 那我们来看 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国家 将近两千年前 将近两千年的时间 这国家从来是在世界上是不出现的 已经是亡国了 为什么亡国呢 为什么没有存在呢 因为圣经上帝老早年一言了 如果你不听我 这一言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听从我的话 你这个救星王 你不听从的话 我会把你遣散到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读一段经文 以色列怎样说 我们也如果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生命纪二十八 二十五 四十六 四十五到四十六 一二三 也我必使你拜在仇敌兵前 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 便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逃来逃去 并且这一切的仇舟会追随你 感恩让你直到你灭亡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我 听上帝的话 不知从他所吩咐的决定律列 这些仇舟都必在你 和你的后遗身上 成为一起 是直到永远 圣经讲 我鼓励者 如果你能够的话 你有圣经的话 回去读生命纪二十八 二十八章 重新读过一遍 整遍他读过 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是 如果你遵守 听从我的话 你就有很多很多的福 这个福啊 已经讲得很清楚 但是 另一个角度 你翻转 你倒转来说 你不听从我的话 你就会有这样的志志 甚至被在万民中 万国中 被逃来逃去 我们来看一些 以色列是于公元前 就是 早在 耶稣还没有出生的 一千二零年建国 弊国 公元前九百三十年 分裂为南北两国 和南北两国 在公元前的七百二十二年 和五百八十六年 先后被亚述国 和巴比 如王国所灭 辗转落到 罗马的政权里面 大概有两千年前 神拆开了他的无生子 耶稣 降世为人预备既恩 可是 以色列人 不但没有接受神的拯救 甚至因为憎恨 耶稣 指责 他们的罪 竟然将神的儿子 钉在神之家上 他们更说 杀了这个人的罪 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 他们这样讲 就在东年大概是罗马 暂停了以色列之后 大概是AD七十年 AD就是阿哥 托尼尼尼尼 就是主的免治之后的七十年 以色列就被 完全 完全的被我解了